自毀法案 毛利党议员Hana Rafiti Maipe Clark 一条哈卡表达对新法案的强烈反对 纽西兰国会近日审议由行动党提出的 怀唐一条约原则法案 对于毛利人而言 恐怕限缩他们的权利 同位毛利族的议员也用强烈字眼批评法案的提案员 David Seymour 由于法案中的原则强调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反对派人士认为这是曲解怀唐一条约的精神 怀唐一法庭则指出 政府制定该法案的过程 故意排除与毛利人协商 且法案内容更违反了条约中的伙伴关系等原则 法案争议之大 纽西兰总理表达反对立场 Christopher Luxon表示 过程最重要的是 如何与毛利族人合作取得共识 而法案虽然在国会经过一读 但根据外媒指出 支持法案的势力薄弱 因此通过二读的机会相当小 原则新华是曲家荣变异